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明白吗 到了 跟我来吧 菲菲姐 这里要再扩大一个就这样 你的何老师要你带我去我的办公室 那边 那边是哪边啊 那边啊 嗯 就这样 哪边啊 那边 谢谢 对了 你的位置啊在最后一张桌子 小妍 小妍 这里是医院吗 这里是 其实是我朋友和开心 在这边开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 开心她人之前你是见过的 她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心理咨询师 小妍 你非得看出我心里有病你就开心了是吧 我不是想要看你心里有病 我只是想要帮助你 我心里没病 我不需要帮忙 好啊 那你就上去啊 你上去证明我是错的 你敢吗 你如果不敢的话 那就说明你心里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知道你们公司的企业名录在哪 嗯 那我自己找 喂 你在这干嘛呢 待会别人工作啊 我说你没听见吗 你故意跟我们过不去是吧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过不去啊 你别翻了 给你 谢谢啊 这么明显我都没找到 你怎么回事啊你 小燕姐 你来了 开心在吗 在在在 我带你过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 你忙吧 哦 好 开心 小燕 你们来了 你好 王特 你好 走吧 去我的治疗室聊一会儿吧 好 走 这边 好 小燕 你先等下 我跟她单独聊一会儿 行 那拜托你了 你放心吧 嗯 请坐 请坐 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想问问你啊 你怎么能看得出我心里有病呢 你会透视眼吗 我不会什么托视眼 我只希望我能帮助你 从你的内心吸附一些负能量出来 好了 我们来做一下心理测试好吧 测什么呀 测一下你的快乐指数 喂 请问一下 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皮特的设计师 对不起 打扰了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王特呢 你把它藏哪儿了 王特 干嘛 你要干嘛呀 接着编啊 我早晨看见你俩一块从楼上下来了 看人呢 你就一路跟着我们俩到这儿啊 对啊 这是我哥们公司 你带他来这儿干嘛呀 你真闲啊 我带他来是想让开心 给他做一下心理辅导 你最好没有骗我 我骗你干嘛呀 对了 咱俩不是分手了吗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你说的我还没答应 那你现在同意也来得及 我凭什么同意啊 我凭什么拿我十年的青春 我同意你们俩 你还是个男人吗 我 同意 王特呢 你干嘛呀 我找他决斗不行啊 你有完没完啊 我没完 方哥 我现在心平气和地告诉你 我是为了气你 所以才故意说我跟王特好的 我带他来这儿 是想要开心给他做一下心理辅导 不管怎么样 我跟他毕竟是高中同学吧 我看他这样我能不管不问吗 那 我哪知道你们有没有隐瞒什么重要信息 他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去找你哭去了 他人都来了 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 秀妍你到底跟他要安门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这跟安门根本扯不上关系好吗 快看我吧 晓妍姐 晓妍姐 要不你俩去我办公室做做 方哥 我真的是觉得他心里有问题 所以才带他来开心这儿 想要开心帮他看看 咱俩这么多年了 感情这么好 我如果跟他有问题的话 我还能让你发现啊 我还不想方设法地藏起来 我还敢这么大的方带他过来啊 喂喂喂 你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聊 这 小保姆 他是谁啊 这个就是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他可以再有一个制服诱惑小保姆 嗨 嗨 你怎么在这儿啊 在这里上班呗 对 保姆已经升级成助理了 不 白天在这里上班 晚上回家接着做保姆 不是 你说真的吗 当然 那 你的意思是说 你只是开心的保姆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他会有什么关系啊 就你一天胡说八道 我说什么了 你要让开心知道 你天天在外面说 他家养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孩 看他不舒适 你说我什么 水凉了 我给你接杯水干 你说 你说我不三不四 不是 他就那样 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 你最想看到的人 是谁 艾米儿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这对你有什么特殊意味 我在这里 遗失了我心爱的人 那现在如果让你对他说几句话 你要说什么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离开你以后 我每天都活在自责当中 我感觉我快要窒息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自责吗 我有爱情 换取了现在的荣华富贵 可到现在我才明白 钱不能给我带来快乐 他只能给我带来痛苦 带来悔恨 我快要疯了 我要疯了 其实他给你留下了几句话 他希望你不要走 你现在听着我的指引 和我一起到了一个快乐 而宁静的地方 你现在漂浮在海面上 海水将你心中所有的不快乐 全部吸附而去 你的身心感觉到 从未有的轻松和郁郁 你觉得自己仿佛已经重生了 好了 你可以醒过来了 这个上面有一个医生的电话 你去找他 让他给你开些药 这样你按时服用 我相信你会好的 谢谢啊 我跟你说 你待会见到他之后 你一定要跟他道歉 你知不知道 别听他玩胡说八道 欢迎什么呢 你什么时候也跟人家使的 弄身保姆的衣服打扮打扮 让我看一眼 王头走了 走了 那他情况怎么样 他有些心理障碍 我觉得他的情感 一定受到过很严重的伤害 你知道他前女友是谁吗 不知道啊 他没给我提过这件事 他前女友不会就是你吧 神经病吧你 他前女友如果是我的话 你觉得你现在有机会 在这儿吃醋吗 我说方哥你别 别老拿我东西 我跟你说小言 你做得太对了 你就该跟 跟他分手 我非常严重之同意 行 你们行啊 今天哥们的生日 你们就这么地对我 我也真是醉了 他今天给我生日 我忘了 今天你生日 我差一点就给忘了 你已经忘了 哥哥生日快乐 我好快乐 我刚被你甩了 我生日过得真的好开心啊 不是 我们又和好了嘛 不分了 不分了 好 今晚我再给你办个大趴 你吃错药了吧 今天你请客 那必须得是大趴我告诉你 这趟真值了 去他房间把我包拿了 走 赶紧 快去吧 大趴 大趴 今天拽大了 抓了我 喂 房哥 三帅 今天晚上酒吧不见不散 我告诉你 何开心请客 他 他 你蒙谁呢 一到结账他就开溜 你就装多 最后结账的都是我 我才不去呢 我是那种蒙你的人吗 抓住一回何开心多难哪 今天晚上还是何开心 主动去转校清门吗 你觉得呢 不是这种人哥们能吃一个月泡面吗 你别废话啊 让你来你就来还不信怎么着 我真去不了 哥们还得上班呢 我上班得扣工资 再扣工资 哥们这个月连泡面都吃不起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是因为我过生日 所以何开心要请客 你呀爱来不来 恐惧我们再谈 拜拜 我跟 喂 人为什么就不能一个人活在世上呢 马三顺 我记得我警告过你吧 你别在家吃泡面 我说过受不了这味 你讨厌可我喜欢啊 我已经尽量说服自己去迁就你了 但是我希望你也迁就一下我 我是真的受不了这味 你能不能别在家吃泡面了 那你告诉我 还有什么比泡面更方便更实惠的东西吗 不是 你高低也算是一经理 你至于对自己这么抠吗 我抠我自己的你管得着吗 你呀 要实在受不了 就让你那富豪男友给你租一高档公寓 你多好啊 叫你 不是 你 我这挺龟的面 喂 妈 不是 你怎么了 你怎么还哭了 行行行 那我马上过去啊 我马上过去 我跟你说 今天下午你把这块再看一下 再核实一点 知道吗 好 你干什么 要死了你 走着这么火急火急的 你去哪儿啊 我出去一下 喂 什么时候回来 我什么时候回来管你屁事 你不回家谁送我回家啊 你怎么这么麻烦 李飞 行 下班之后把她送回家 郭老师 她送 现在连保姆都配专车 有本事你不要送啊 比萨 开心哥在吗 她刚刚走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今天可能不会回来了 对了 你今天去医院了吗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你绝对可以战胜自己的 谢谢你们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拜拜 妈 妈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啊 说话呀 儿子 你要再不回来呀 你可能就见不着你妈了 你说什么呢 你知道吧 你爸今天立了遗嘱 没有咱们娘俩的份 他把所有的财产 都给了何一坤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啊 我没什么想法 我尊重他们的想法 妈 喂 妈 你怎么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儿子 你说 你怎么能尊重他们的决定呢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爸就是更喜欢哥一些吗 那有什么办法 就不能去争去夺吗 妈 他是我哥 他的财产我是不会跟他去抢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怎么还提呢 我的傻儿子 我真的不想听你这么说 你说 我要是走了 你怎么办呢 都是你爸的儿子 你哥可不这么想啊 你要不去争不去夺 你将来一无所有 你后悔都来不及 妈 我怎么可能一无所有呢 我有我自己的事业 我有我的理想 我会通过我的能力 去创造我的财富呀 你又怎么了 我不想听 我跟你聊聊 我真的不想听你这么说 儿子 我想你去 把属于我们的财产 都给夺回来 妈 你一定要听我的句话 亲情 永远比财富重了 我的妈呀 你这个儿子 真是要把我给气死了 我当然知道了 今天是比财富重要 但是 我要的是一份公平 我要正在你爸心目当中的位置 你知道吗 我儿子 好了吗 儿子 好了 想当初吧 我嫁给你爸 我嫁给你爸的时候 就成了和一魂心目当中的恶魔 无论我怎么讨好他 他都不会给我一个笑脸 你爸就因为这个 还要和我 还要和我分房睡 好 好了吗 儿子 这有了你以后 你爸对你既冷淡又冷漠 你说我这个做母亲呢 我这心里怎么想 怎么想啊儿子 好了好了吗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就不要再计较了好不好 这个夏清清 居然让一昆把支票给我拿回来 你去找他 用你的方法 让他离开这个城市 跟他说 要是他死皮赖脸 再纠缠一昆的话 你就会让他好看的 爸 既然你都听到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一个堂堂公司的董事长 竟然这么去对一个小姑娘 你不觉得卑鄙吗 放肆 你为这样一个女孩 跟我这样说话 对啊 因为你做事太过分 让我觉得鄙视你 你 义坤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我在跟我爸说话 没你的事 哥 你能不能别这么跟爸妈说话 别在这卖块 义坤 你这是怎么了 见谁跟谁吵 开心他也是好意 又没有别的意思 你说你爸 给你安排了那么好的一对姻缘 你就死活不愿意 现在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姑娘 在这儿跟你爸大吵大闹的 成何体统啊 好姻缘 好啊 那就让给你们家何开心 爸 他也是何家的儿子 他为什么不能帮集团去联姻 大叔大叔 这是你们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往我身上扯 开心已经这么做了 他就是想着自己是何家的儿子 要为集团考虑 已经和娜娜联姻了 我 好 妈 那你可以再多生一个儿子 然后他就可以代替我 去跟EMT联姻 然后你就更加飞光腾达了 孩子爸 你听听他说什么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你呀 就是没出息 我栽培你这么多年 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 为了这么一个女孩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你要知道 你肩负着什么 肩负着整个集团 你都看到了 我骂一坤你开心吗 还有你 一天游手好闲 打着什么咨询医生 在外面招摇撞骗 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我为什么生了 这么两个不争气的儿子 走走都走 全都跟我走 那我先走了 开心 哥 你的事情我不关心 我也无所谓 但只有一点 请你学会尊重我吗 好开心 等你自己足够强大了 再来对我置置点点的 一个小保姆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文秘 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用什么手段吗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 你那么肮脏的思想 来想我呀 真正有心机的人 是你吧 每一次在和开心面前 你就乖得像一只小猫一样 但是你一到我的面前 你就变成了一只母老虎 卡卡 我倒是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本事 可以这样子变脸哪 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呀 会变脸对吧 你干嘛呀 我看看你是不是生的 我紧了你别动手动脚 我看你有没有变脸 别闹 好 干嘛 我不想载你 下车 我要去的地方还没到啊 下车 有事了不起啊 下车就下车 就了不起 拜拜 五老虎 你很 你很 美女 我可以跟你借一下手机吗 不借不借 嗨 大哥 我能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 你 你借手机干什么 我被一个人呢 一坏人 丢在了路边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然后我身上又没有钱 所以我必须打个电话 请我的朋友来这里把我接回去 嗯 可以是可以 如果你把我手机拿跑了怎么办 这样好了 来 你的手抓着我的手 我打电话我就不会跑了 你肯让我抓你的手 快把手机给我 喂 你好 何先生 我是你最可爱的小保姆 麻烦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接我 不是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你还问我 你问问你那个可爱到爆炸的李飞 为什么半路就把我丢下了 而且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人在哪里 所以请你来接我 不是 你打个车不就行了吗 先生 我要有钱的话 我还需要打电话给你吗 你怎么这么麻烦啊你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过来接你 我在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我在哪儿 黄庭广场 黄庭广场 行 我知道了 你在原地等着啊 我一会就等 拜拜 谢谢 我也谢谢你 我看你 你骗我干嘛 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 让我摸她的手 为什么 因为我长得不够帅 那是他们不懂得欣赏 我觉得心地善良的人是最帅的 你好帅啊 嗯 加油 你可以走了 拜拜 来 七姐 嗯 去 把菜秘主给我叫过来快点 好的 我马上去 走 走 贺总 您找我 我问你 是不是你给夏行星送的支票 我只是按照董事长的吩咐做事 你给我听着 不要觉得你是我爸的秘书 就敢管我的事 如果以后你再敢插手我的事 再去骚扰夏行星 我就马上让你从公司滚蛋 给我出去 去 董事长都没跟我这么说过话 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我看你是忘了 当初是谁把你扶到这个位置上的 走 给我去看看 怎么了 你看那边 走 有点了 你出之后 来来来来 看一下 借过一下 借过一下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喂 干嘛 你谁啊 不好意思 借过 喂 你在干嘛 干嘛你啊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是让你在门口等着吗 乱跑什么样呢 这不也是大门吗 这不也是大门吗 而且人家刚刚出了车祸 你们去看一眼 看能不能帮忙啊 帮忙啊 我跟你说你不添乱就不错了 还帮忙 喂 林总 昨天晚上明明是那个顾客的问题 为什么要吵到清清呢 昨天晚上王董给程董打电话 投诉清清 这程董非要把清清炒掉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去找程董解释 行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 你要是现在去 恐怕连你的工作也保不住吧 那也不能平白无故 让清清丢了工作呀 要不这样吧 清清 我帮你调到餐饮部 你看怎么样 好的好的 那你明天就去报道 谢谢林总 开这么快干嘛呀 摆着一张脸干嘛呀 我又不是故意让你来接我 你给我闭嘴 皮什么让我闭嘴 你为什么不去骂李飞 是她把我就在路边 抛弃我在路边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好 不是 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一会儿 叽叽喳喳地吵死了 你才傲傲傲傲地烦死了 不是 我 我 你不是不舒服吗 去多休息一会儿吧 太心刚从国外回来 就被你赶走了 我哪能安心休息啊 我骂她骂得不对吗 没说你骂得不对 她是你的儿子 你想骂就骂 只是我觉得 你老说她在外面做事 伤了你的颜面 那你为什么不在集团 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呢 那你想让我安排 一个什么工作给她 那你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个 副总经理的位置 怎么样 什么 她做副总经理 你别开玩笑了 她就那么不堪吗 她也是你的儿子 正因为她是我的儿子 我才知道她有几斤几两 我就知道 在你心里 开心永远都不如易坤 你能给易坤的 为什么就不能给开心呢 你这个做父亲呢 有失公平 你今天怎么了 是开心要做这个副总经理吗 不是 是我的意思 她还不会走路 你要想让她飞 这对她没有好处 这样吧 她要去集团的话 从底层做起吧 干杯 喝起来 喝起来啊 来 喝起来 喝起来 生日快乐 干杯 干杯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快乐 生日快乐 方哥 是不是庆祝完你生日之后 就要庆祝你跟萧妍分手快乐 别闹啊 今天可是方哥生日 能不能别在今天 把我的生日愿望给说出来 行不行啊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何开信 我就讨厌你一个什么隐私专家 老挖别人隐私 还挖得不准确 对吧 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二十八岁高寿庆祝的日子 你要敢今天给我和萧妍讲话黄了 我告诉你 我黏你一辈子 那刚好啊 咱俩去 那你俩得出一单曲啊 叫大爷儿的 好好好 方哥 我特别想问你 你到底是怎么得罪何开心 他得这么挤对你啊 这个就是因为啊 在这帮人中间 只有我认清了他丑恶的嘴里 赶紧的 我最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个丑恶法 哎呀 这个说来话长了 自从我去何开心家 推开何开心家的门 发现何开心 他进屋藏了一个小米铃 那天开始 百般凌辱百般刁难 你怎么侮辱何开心都行 但别戴上我 要不然我觉得我被侮辱 你别这么说 你们俩就不要再装不要再演了好不好 我呢今天有一个心愿 也是我们三个共同的心愿 能不能跟我们正式地说一下 你们俩现在到底进行到 什么地步 来来来来 怎么了 你在跟何开心交往没错吧 是啊 你都问多少遍了 他在国外是真的吗 废话 你说呢 什么了我 不是 我跟你说 他现在就是想转移注意力 转移火力 明白吗 你跟萧嫣之间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你是不是马上就要跟萧嫣 不不不不 不是我想转移话题 有句话说得好 叫做这个下意识的行动 是人物内心最真实的体现 你们俩之前的所有行动 让我真是产生了高度怀疑啊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 叫疑心综合症 疑心综合症 疑心综合症 我疑心综合症 你俩现在的这个动作 如果这儿没人的话 再发展下去 就得当马赛克才能看了 对啊 卫卫 你看我那么近看吧 你又这么近看什么 你看你 真假 演 能不能不要表演啊 哥们眼睛很毒的 已经把你们看透了 早到看透了是吧 那行 他竟然让我向你打听 打听这事 不是 他让你打听我 他让我打听的 来来来来 他打听我什么事啊 不是 你别说话 胖哥 他要打听我什么事啊 你要打听我什么呀 来来来来 大家再敬我一杯啊 来来来 祝我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但是今天特别的重要 祝我们萧妍开心幸福啊 我去上班 来来来 你先喝 你们先喝啊 好 好 好 祝我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祝我们的萧妍 越来越漂亮 开心幸福 祝你们俩早上分手 就在今天是二点 你干什么 小心一点 就是我 他就 你选咱们 你凭什么打李妃 我什么时候打李妃了 她配得起我打吗 敢错不敢认啊 你非要说是我打的是吧 行 就是我打的 怎样 我警告你啊 如果你再敢对我朋友无礼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 我 我 应该是十啊 十 是 输了输了 输了输了 六啊 他特别傻 没有带脑子在玩的 是吧 他智商只能是这样 要不要再喝一杯啊 你这臭女人 你骂谁啊 你干什么你 我打他怎么样 你能帮我怎么样 你敢打我 好 好 你敢打我 你惨了呢 你惨了 你惨了 我今天就打到你去正行 打我 就打你怎么了 打我 打我 滚下去 让你给我打你 好 好 看我怎么教训 不要再打 打我 过来过来过来 你还骂人 好 你干什么事 我长得 好 他居然敢打我 我黑带的 我揣住你 别管他 他是谁啊 我最爱的女人 你觉得这样 对我公平吗 除了感激 我可以给你 一切你想要的 物质条件 算补偿吧 我要做主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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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去打我 你再小张 你信不信我一脚让你趴下 我就不信在派出所 你还敢打我 我跟你说啊 你小心点啊 好 好 好 他要再这么下去 以后没打好果子吃 干什么呢 我 没打够是吧 在外面就听你们吵吵吵吵吵 我告诉你们啊 谁要是敢在这里动手的话 我可要严肃处理他 过来坐 说 谁先动动手啊 好 这话问得很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 就是穿红衣服的 他先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对 你说我能不还手吗 说 为什么动手 警察同志 这个女人勾引我未婚夫 我勾引你 我 你是她未婚夫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是她未婚夫呢 你就是 我怎么就成你未婚夫了 不是你让我不要给你添麻烦的吗 我已经按照你的意见 跟我们双方父母都交代了 交代你 交代什么呀 你愿娶我我愿嫁你 现在我们双方父母 都已经同意我们订婚了 你 你 所以她打从第一次见到我 她对我的态度那么不好 老是欺负我 现在还打我 就是因为你啊 你说她 她跟这个没有关系 我跟她任何关系都没有好吗 没关系我能打她吗 你跟她有关系 你打我干吗 我跟她又没有关系 你自找的 行了 别吵了 我觉得 你应该把自己的私生活 梳理清楚 我私生活 我没有什么私生活啊 我说警察先生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不是那样啊 那这是为什么呀 娜娜 你怎么样啊 有没有伤着 我没事 是谁打的你啊 还能有谁啊 你敢打我的女儿 警察同志 我要告她故意伤人 喂喂 阿姨啊 我尊重你啊 但你不能不尊重我 警告我没人是不是 现在是你女儿 先打的我 好 好 我